其實是的,就算你剛才說到失業率基本上維持在5.7% 就算我保得住份工,我都要看自己的荷包夠不夠錢 我就在上網看,究竟內地人平均的薪金有多少 最新的數字,我看回只有1月 他就說到平均的月薪大概在8829元人民幣 但是不少網民都已經說到,其實這個數字已經有點離地了 不要忘記,黑強總理也曾經說過 其實有6億的人,月入只有1000元人民幣 其實大家都要想一下,其實這個數字已經一月了 到現在來說,會不會已經跌得不少呢? 再加上剛才青姐也說到,還有大量畢業生 今年,他們有甚麼出路呢? 國統局就說到,可以想想新營就業 隨著經濟形勢的恢復,就業的需求實際上在擴大 一些靈活就業也是在增加的 像您剛才談到的,比如說像直播帶貨 像這個移動出行,還有這個網絡零售等等 對於一些新型的這種就業形態也是在增加的 對整體上來說,對就業的穩定發揮了重要作用 青姐,有沒有想到,國統局方面會這樣說 即是說新營就業出路,又可以激到內需 他們有沒有想到,他們會承認這個直播帶貨呢? 對於整體的消費有一個積極作用在這裡 原來真的不用忽視這件事 現在是明星、演員,他們真的沒有東西搞 才會跟你直播帶貨 還有很多是給點讚、打賞 像周杰倫那樣,幾分鐘又說八千萬 這個經濟,其實你說扔著做新零售是可以 但是當市場開始飽和,甚至這種需求帶動 或者用明星帶貨直播去促進消費 其實它都會有一個飽和點 還有你消費都真的要真金白銀的到最終 慢慢我會覺得,可能會有一些快來快去的味道 當你去衝動消費,買了很多東西 原來家裡都是不等花的 我覺得始終有個抱的 還有現在是鼓吹要折劍 那你為何要買到一些自己不需要的產品 物品、食品呢? 就是了,如果那個賀包沒有錢 我還沒空空如錢去打賞你 嘴又只有一個 難道就真的經常跟李佳琦一樣 不斷買唇膏嗎? 其實我看回這些網紅主播 現在開始出現一個生意難做的情況 其實7月份,他們寫著 頭五十大的主播大貨總成交 基本上比六月份都會下跌 跌的數字也有些參差 即是各別網站可能有些不同 我就看那個網絡,按月跌了四成 那些人就開始解釋了 因為現在主播這件事多了很多 可能我或者你都可以隨便在淘寶可以做到 其實再加上另一個問題就是 開始消費者呢 有些理性 即是省著省著洗 即不是李佳琦這樣 推銷一支唇膏好賣 我就隨便這樣賣 清姐 絕對是因為這些產品 他們自己本身都是有一個食用限期 就算是化妝品 護膚品 他們都會有一個最佳的使用限期 有傳聞的網紅夢 令到年輕人各個好像 我覺得過度去憧憬了 還有市場似乎是想大了 所以好像之前 黑強總理說到的地攤經濟 其實不是說說就那麼容易去實行 而事實上網紅飽和的現象 我相信應該會很快出現 還有這個是人才的缺口 你說初步會連800萬個大學畢業生 要出來社會找工作 暫時找不到 你又說去大貨 都做廠的 你不是有一些IT的頭腦 或者不是高學歷 又說去做網上的銷售 每個人都傳聞去變網紅 你覺得消費者又從何而來呢 是的 其實這些網紅 我覺得某程度上 可能都是要靠一些電商 折入活動帶動 因為有些人調查都說 其實你網紅買得最多東西 可能好像天貓 618等等這些才可以帶卸到他們 我想其實一些地攤經濟 會不會反而更好呢 至少我逛街真是實實際 看到這件產品是怎樣 好過隔著螢幕 現在每個人都想賺你們的錢 無論是線上線下 還有就是透過社交的網絡 結果就是有一種消費疲勞症 如果你去到那一刻 即是荷包要按住 你寧願不敢看 好像面書、Facebook 它放了很多廣告 你會看到不看便會飛 是啊 已經看到驗了 是啊 會疲勞 是啊 會疲勞